好那么下来我们再看第四节 那么经营预测 那么这一节呢 涉及到相应的一些 那么预测啊预算的预算 这个表的编制等等 那么下面我们看 经营预测 它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本身对于考试而言是不重要的 那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你看经营预测是指 根据历史的资料和现在的信息 运用一定的科学预测方法 对未来经济活动 看到啊 对未来经济活动 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发展趋势 那么做出科学的预计和推测的过程 这叫做经营预测 很简单 什么意思 那么基于过去的和现在的 基于过去和现在既有的信息 我来来预测一下 我将来这个企业效益或者发展趋势会怎么样 对吧 这个概念简单了解一下 不是重点 然后经营预测的方法 有定量预测法和定性预测法 对于考试要求你看到 定量预测法很简单 就是可以量化的 有哪预测方法 对吧 可以量化的哪些呢 有趋势分析法和因果关系分析法 选择题 这要看到 对吧 这个部分内容 他会问你 那么经营预测当中 那么定量分析预测方法有哪些 叫做趋势分析法和因果关系分析法 至于什么叫定量预测法 概念自己看 也不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那么定性分析法 那么定性的意思就是说 没办法量化的 没办法量化 到底是将来增长多少 还是下降多少 我们只能有 只能有好或者坏或者中等 这样的词来表达 不能给它量化的 所以这个呢 就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 紧接着 再看这个 叫做销售预测 这部分内容呢 那么要关注啊 销售预测的含义 是根据产品的历史销售资料和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 然后运用一定的预测方法 对其在未来某一时期的销售量或者销售我进行科学的推断和预测 就这种字面意思 基于过去 现在我来推断未来 我这家企业将来的销售量或者销售我怎么样 那么销售预测的这个定性分析法 那么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去年曾经考到过 对吧 18年曾经考到过相应的这个选择题的 也就是他直接问你哪也属于定义分析法 调查分析 德尔非法 以及集合意见法 这三个要看到 对吧 那么你看这个18年曾经考到过一道单元 下来各项销售预测方法当中 属于定性预测方法的有哪些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必选项德尔非法 对吧 英国关系预测法 是我们刚才还提到的 前面经营预测当中的定量分析方法 加捲平均和指数平均都是定量的 对吧 只有那个德尔非才是定性的 好 那么下来再看销售预测的定量分析法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呢 这部内容呢 作为考试 不要求大家掌握具体的计算 实际从某种角度 只要从面上知道有哪些 这种分析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考的计算呢 相对来说概率是极低的 因为它本身操作起来是比较 比较有困难的 那么你看趋势分析法 算术平均太简单了 把你各年加在一起 那么出于你各年的这个期数就可以了 然后加紧平均法 那么全数的选择 我是遵循近大远小的原则 那么公式计算公式呢 这看似也比较复杂 复杂对吧 也就是说 用你每一个这个权重的占比 乘以那一年所对应的这个小数量 对吧 来进行预测未来的 什么叫近大远小呢 比如说你现在预测2020年的 预测2020年的销售量的话 那么我肯定要用利用过去 对吧 1516171819 假如我用着5年 跟我预测期越接近的 比如说19年 我比较接近2020年吧 那么19年的数据呢 就更加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一些 那么我得赋予19年对应这个权重 要更大一些 比如说赋予19年权重是0.3或者0.4 对吧 离2020年比较远的 比如2015年 2015年的销售量 对2020年的参考作用 那么意义肯定不大了 我赋予它的权重 可能就0.05啊 0.1啊等等 这叫近大远小 利销售预测期越近的期间 我赋予它的权重越大 因为它具有的参考意义就更大一些 所以这么讲的近大远小 那么这边 那么这里面代表着这个 什么意义呢 就Y代表加权平均数 WI就第2个观察值的权重 那么然后X就那个观察值 N就是个数 满足的条件 你所有这些的 这些权重加在一起的一定是等于1的 然后呢 那么离预测期越远的 我赋予它这个权重就越小 离预测期越近的 我赋予它权重的比例就越大 所以叫做近大远小 那么下来教材这个3-8这个例题 我们也介绍一下 昆仑公司1到6月 那么电视机的销售量的情况 如下表3-1所示 这张表大家可以看到 昆仑公司1到6月电视机的销售量 那么单位是多少台 这里面你看1到6月 对吧 然后那么456 460等等一直到6月份500番 现在怎样呢 根据假设根据资料 用加权 平均法预测7月的电视机的销售量 你看既然是预测7月份的 对吧 7月份是离预测期 离这个我们讲的现有的6月是比较近的 它就是预测期的 如果说我们讲的算数平均 把这6月加在一起 除以6就是7月份的 这个太简单 对吧 但是呢 如果用加权平均法 离7月份越近的 负于它的权重越大 离7月份越远的 比如那个1月 我负于它的权重就越小了 所以那么你看这个题目当中给了你 那么N是等于6的 67对吧 W1 一直到W6 W呢 指的就是我们讲的6月份的 对吧 6月份我负于它的权重是0.3 所以6月份 它离7月份肯定很近吧 那么负于它的权重就更大一些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7月份 就预测的它的销售量的话 就更加具有参考意义所在了 因为它离它越远 那么可能这个时效性 或者是参考意义就不大了 最后负于它的权重就少一些了 就这个意义 对吧 那么代仅计算 这个的计算呢 就跟我们讲的 来计算那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计算是一样的 也就是相当于是求期望值的 实际是一样的道理的 用每一种情况下 它的对应的这个概率 或者是权重 再乘以这种权重或者概率情况下 那么这种对应的这个金额 对吧 那么代仅计算 最终算下来呢 那么是500台 500台就意味着 我来预测 7月份的电视机销售量 就是大概是500台这个样子 这是加减平均法来计算的 那么第三个是指数平滑法 这种方法呢 那么要求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作为考试呢 要请你关注 也就是这个公式 我来预测下一期的销售 对吧 等于上期销售的实际值 多少会给你的 对吧 这是已知数给的 平滑系数也会给你一致的 再进去算 然后上一期销售的预测值 这个题目也会给的 然后一减平滑系数 也就是平滑系数 我跟这个一减平滑系数 两个加代就不正好等于一吗 所以你看这四个指标 都是给你的一致数 那么来预测下一期 那不就出来了吗 代进公式算 自己就可以解决了 只不过这个公式不能击混了 那么前面是实际值 后面是预测值 我们用实际值乘以平滑系数 用预测值乘以一减平滑系数 所以要看 我们用的都是上一期的 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 预测7月份的 6月份的实际值给你了 然后呢 那么6月份的这个 预测值给你了 然后 在6月份的实际值 跟6月份的预测值 基础值上来预测 7月份的这个销售情况 那么好了 代进你算 平滑系数给你了 就这个结果不就出来了吗 好 那么第二个叫做 因果关系预测法 这里又用到了这个 回归直线法 那么这个部分内容呢 它利用了这种高等数学 当中这个原理 那么数学上的最小二乘法 来这种计算的 这种方法是比较精准的 但是呢 那么要求大家简单来语 从面上你要知道 回归 回归直线法 属于什么方法 叫做因果关系预测法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叫对数直线法 这个就更加不需要大家掌握了 对吧 还利用这个对数来进行计算了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看到 选择题 要看到 它适用范围 适用在哪里 销售量 大致按照比率变动的情况 按照比率变动 对吧 然后第三个叫做多元回归法 这也是不需要大家去掌握 它的具体计算的 所以那么 从面上你要看到 我们刚才这里面听到的 因果关系预测法 包括哪些具体的分析方法 这是一道很好的选择题的点 至于怎么计算 不用管它 包括回归直线法 然后对数直线法和多元 多元回归法 然后要看到 那个对数直线法的适用范围 要看到这里面的具体的 预测销售的这种情况 分析方法 那么下来 我们看成本预测的基本方法 我来预测我的成本 对吧 第一个 目标成本预测方法 那么我们采用倒计的话 什么意思 什么叫倒计呢 你看一下 它的含义就是 目标成本预测是指 根据产品的价格 目标利润 来制定产品目标成本 也就是你的产品价格定了 你的销量也定了 你的利润也定了 你来挤出来 你的成本是多少 那不就算出来了吗 就是用我们前面讲的 本量里 这个分析的公式吗 那么你看 单位产品的目标成本 是预测产品的售价 减掉单位产品的 销售税费 以及相应的利润以后的结果 因为你的成本 再加上销售税费 再加利润是等于单价的 那么现在要算出来 这个我的目标成本是多少 那么我用售价 减掉这个税金 以及相应的这个目标利润 就出来了吗 那它又等于 预测产品的单位售价 乘以税后的 因为这里面考虑税金以后 就变成税后的 这个单价了 然后再减掉 那么目标利润总额 除以预测产量 目标利润总额 除以预测产量 不就是讲的 单位产品的目标利润吗 对吧 你看目标利润总额 是总共赚的目标利润 预测产量多少 产量 等于销售量 所以那就意味着 那么我每一件产品 赚了多少多少钱 对吧 就是单位产品的目标利润了 那么第二个 叫做历史资料成本预测 这个我们前面刚给大家提到过 那么用高低点法 Y等于A加BX 要求你看到的 那个我们这种赋码 关注的重点是 用我们讲的 业务量最高 和业务量最低时候的总成本 来计算 那么A B 这两个数字的 那么我先算B B算出来 然后A就算出来了 紧接着 我们题目给你的已知情况 然后再把那个X带进去算 发也就出来了 那么这是高低点法 第二个 互规分析法 有个非常复杂的公式 建议大家不需要去看 那么我们考试也没有 这种 这么难的 这个计算的 对吧 这种是需要花大量时间 才能把这个 给它算出来的 那么下面再看 利润预测的基本方法 那么有哪些呢 本量里 本量里分析 这个公式呢 不讲了 前面刚提到过 对吧 相关比例的分析法 那么目标利润 等于销售收入乘于 那么销售利润率 那么两个成不就是利润了吧 或者说你预计的资金平均占用 乘以资金利润率 对吧 你占用那个资金 比如说1000万 资金率比较6% 那么要达到60万的利润吧 或者预计的总产值 你产值产出来1000万 那么你的产值的利润率是6% 那也要赚60万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第三个 当企业利润增长 保持均匀的幅度的时候 可以用平均预测法 预计出利润增长率 那么再计算目标利润 这个呢 不是重要 简单看看 好 那么下来 第五节 这一节是我们到了具体的另外一个重点了 对吧 全面预算 涉及到这个预算表的编制 尤其是那个各种成本费用的预算 它是怎么编制的 这是要求大家掌握的重点 好 那么先看一下全面预算的概念 这个概念本身不是考点 考试也不会考的 所以那么简单了解一下 全面预算 它是企业 为了实现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 按照一定程序编制 审查批准的 就关键在于量化形式 你要编制预算 一定是针对未来这一年的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 你把十年的预算给我编出来 编不出来的 那属于涉及到战略的方面 或者说 或者是这种预测层面的 对吧 那只能是定性了解了 所以说 一旦涉及到预算 那一定要能够量化 以量化的形式表现的 企业预算期内经营活动 应该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财务活动的等等 这些统策规划 实际不就我们讲的这种 现前浏览本的三大类活动 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 相当的这种统策规划 而且一定要能够量化才可以 它的特点 这个倒有可能是多选期的考点 而就全面预算 就有哪些特点 对吧 你不能说我关注 只关注那些计算 对吧 结果这种文字型的选择题 那么这种就漏掉了 这是不允许的 对吧 这种就属于细节内容 你稍微关注一下 对于考试 万一考到了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那个 考的那个德尔菲法 所以这种类型内容 你稍微关注 也就不需要花更多时间的 也没有任何计算的 稍微看一眼就解决了 至于它什么叫德尔菲法 怎么操作的 根本就不需要去掌握 对吧 那么全面预算的特点 系统性 综合性 规范性和参与性 这四个特性 那么稍微关注一下 那么全面预算管理这个含义 那么第一个全面预算管理 它是以全面预算为标准 对预算执行过程 和结果进行控制 核算 分析 考评 详程 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过程 这个呢 对于考试也不重要 然后全面预算管理 跟我们的战略管理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对于考试呢 那么大家自己去看 这里教材给大家列了 这么几点内容 我就给大家列在上面了 但是考试呢 不是我们要求选择 这关注的点 这个也不用去看的 那么全面预算 管理这个循环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预算编制 编制 执行 调控 评价 反馈 这几个阶段 然后全面预算 管理这个意义 那么这个内容呢 自己稍微去关注一下 到极小可能出现 我们讲的这个多选题 这种情况 这些也没有什么具体的 需要理解的地方 自己去看一下 这么几点内容 这个异性 非常重要的 我瞳说 我先把我关注 的 几个阶段 我们就可以 一会儿